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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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Public 來講 只要用一個IP就可以 就所謂NAT的技術 那我們也提到說 在用這個NAT的技術 必須有一個NAT的 這個項體 然後他必須把 內外的這個過程 把它記下來 然後把這個Pore 做一個Mapping 等於說他要做這樣的動作 才有辦法把這個NAT的功能做起來 那我們也提到說 這個NAT本身因為他 用的那個Pore呢 就是標準的Pore Number Pore Number只有16個bit 那16個bit的話就同時大概六萬五千多個 Connection 同時可以出去 因為最多只有16個bit 因為最多只有16個bit 另外NAT本身這樣的做法 也有一些所謂的爭議 因為Router應該只處理到 Layer 3的東西 因為Router這種設備本來就應該處理 IP Address 然後根據IP Address做Forwarding 這是我們一支 把Router定義在第三層的這樣的規範裡面 可是NAT本身因為他處理到Pore Number 像這個地方他要做Pore的轉換 也就是說這個明明是一個Router 可是他要看到這個Pore的話 他就等於說他處理到第四層 所以這個有點說 不是Router的一個比較嚴謹的定義 然後他也違反了所謂End to End Argument 就NAT本身 不應該去考慮到Pore這樣的東西 尤其說有些application 在設計的時候要考慮到NAT 這個也是很頭痛的問題 就是說譬如說有一些P2P的應用 那P2P的應用就會見很多connection 那如果你有NAT在中間卡著的話 那很多會過不了這個NAT 所以會有這樣的影響 NAT反而會影響到一般正統的 這種End to End的這種communication 本來應該講 End to End的communication 中間的Router是完全叫transparent 就是Router完全沒有影響 可是擺了一個NAT之後他會有影響 因為你可能過不了這個NAT等等 所以會有這樣的問題 那我們也提到說 因為網址不夠 網址不夠 NAT是解決網址不夠的一個方法之一 就是他用一個public IP 然後讓很多電腦接在後面 public IP 這樣的話等於說 這個public IP被使用的這個 這個速度可以慢一點 消耗的速度可以慢一點 但是最正統的解法還是希望說 能夠用IPv6 什麼叫IPv6 這種第六代的這種IPv6 因為它的bit 是128變比較夠 這個我們後面會稍微解釋一下 那我們另外也看一下 那NAT本身還有一些叫traversal的問題 那traversal的問題就是像在於說 比如說 我們這個架在這個private IP裡面的 這邊的server的話 那因為它的Itrace是那個private 所以外面的client找不到它 這是第一個問題 我說我們client在外面 那我們要找這個server的話 因為從這個server 它的代表的IP還是這個public IP 那如果你找這個public IP 它代表的是所有裡面的電腦 所以你要找其中的某一個server的時候 你通常你會找不到這個server在哪裡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就是當我們的client想要連接到那個private IP裡面的某一台電腦的時候 我們沒辦法找進去 你要找進去一定要有它的paw 它對應的就剛剛講NAT的運作 它一定有一個paw 可是這個paw 通常都是從裡面出來的時候 所以應該是說從NAT內部 主動出來的時候才會有那個paw的mapping 那個過程 所以各位剛剛如果注意到這個流程的話 其實第一步都是從裡面出來 是裡面先出來之後 我們才有把這個paw mapping才把它建起來 那這個裡面沒有出來 外面想要進去 你進不去 因為根本沒有這個paw的關係在 那只有一個public IP 那一個public IP它又代表了裡面的所有的電腦 所以你沒有辦法找到某一台電腦 大概是第一個問題了 那底下我們就看那怎麼來解這個問題 首先第一個叫做statically configure 就是NAT 就是說我們用人工設定的 我們可以把它設定固定的paw的意思 比如說一樣這個public IP 但是我們說這個paw2500 就是連到這一台 就我們把它設定 比如說設成這個所謂的靜態 剛剛那個paw的mapping是動態 因為只要你一出來它就產生一對 然後就可以進來 就可以這樣子通訊 但是外面找不到裡面 但是外面找到裡面也可以 因為我們不知道它的paw是哪一個 所以我們就用一個方法 就是讓它做所謂的靜態設定 就給它固定說 比如說paw2500就是代表這一台 另外一個2600就是代表這一台 但是你這個設定要讓外面人知道說 是哪一個paw 這是變成說用人工的設定 這個當然是一個方法 第二個方法就比較有名一點 叫做所謂的up&p 就Universal Plug and Play 它有一個Inter-Gateway的Deviced Protocol 就是說我們讓這個裡面的設備 可以主動來做這個設定 剛剛講那個靜態設定 是有點是用這個管理者去設定它 是由管理者設定 那裡面的電腦是沒有辦法來設 那up&p是可以讓裡面的電腦它來設定 比如說我們講它可以來設定 第一個它可以先讀到這個public IP Address 你說這個public IP Address裡面的電腦是可以知道 現在各位在家裡面也可以有一個 也有這種網站 你到那個網站去 等於說你就上那個網頁 那個網頁就回你說你的public IP是多少 那個網頁等於說有人去寫一個service 簡單的時候就有一個類似一個portal 一個URL 你就在裡面你就上那個URL 你上URL你知道你的IP就會用這個帶給它了 因為你對外的聯絡都是用這個IP 然後它到時候再回給你 經過NAT的意思 然後它回給你的時候 是要把這個public IP帶給你 所以你就可以有這個public IP 這個是第一個可以做得到 你怎麼知道 假設你在NAT後面 那你怎麼知道說代表你的public IP是什麼 譬如說你去上一個網頁 那網頁會把這個 因為你上網頁的時候 已經把public IP帶給它了 然後它再把這個public IP 當一個參數回給你的意思 那你就可以知道 代表你的public IP是什麼 這個在Internet上面就有很多這種網站 就像那一個服務的意思 你就上那個網站 它會告訴你的public IP 所以你在任何地方你想查你的public IP 你就上那個網站 它就告訴你的public IP 這個是有的 那你有public IP之後 接下來就是剩下POR 因為你只要POR有就可以對應了 那它這個就是允許說 讓我們這個裡面的電腦 可以Add或MovePOR的Maping 透過一個Protocol 等於說有一個叫Igd的Protocol 就Internet Gateway Device Protocol 等於說我這裡有implement 這裡有implement這個Protocol的話 我就可以透過這個Protocol 來做這個所謂的Mapping的增加或者移除 等於說本來是自動設定 那現在變成說它可以用這裡面的內部的電腦 來做那個table的增檢 那table只要能夠增加它的對應的話 其實就是相當於它出去又進來的意思 所以這樣也是一個辦法 就是說怎麼讓外面可以知道你 剛剛講第一個是管理者在這邊設定 第二個是有這裡面的電腦 它透過這個Protocol它來設定 所以每一台電腦都可以來這邊設定 那相當於這個 你有這個錶基本上就可以通 我們剛剛從這裡也看到這個例子裡面 就是說只要這個錶建立起來 那外面進來就可以通了 基本上你有這個POR 那你必須知道這個POR number的對應 一個是有管理者增加 下一個是有電腦增加 那第三個就是現在Skype在用的這種 它叫Relay的觀念 一樣 比如說這邊還是NAT 那這邊還是我們在內部run Skype 那如果說我這個Client想要找 從外面要找裡面也是找不到 一樣 因為它是Private IP 但是Skype本身會run一些叫Relay Relay的這種服務器 Server 一般叫做 這個Server因為它同時服務很多個Skype的Client 所以一般像Superuser或Supernode 比如它做的事情比較多 那因為它這個IP 是Skype這個程式他們有一個POR 所以開始的時候 這個Skype程式先連到這裡來 它怎麼知道要連到這裡來 因為它的IP是Skype內部知道的 所以他們可以連到這裡來 連到這裡來 那連到這裡來之後 那外面的人想要跟它連的話 也是連到這裡來 因為這個地方他們也知道 所以它等於說它第二個 Client也是連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第三個 由這個Relay幫他們做這個 第三個 就Relay把它接起來 那這樣他們就可以通了 就可以通了 就像Skype一樣 所以你雖然在任何一個地方 你即使在NAT後面 你還是可以隨時上線 別人還是找得到你 因為你上Skype之後 第一個你會去找你的 而且像你的Server 跟你講你已經上線了 但是你的朋友 你一上線 你的朋友知道你上線 他為什麼知道你上線 因為你的朋友連到這裡來 那他會把這邊串起來 你就知道你們是連起來了 所以這也是透過Relay 也是一個常看到的方法 透過Relay 可以把在網內跟網外 這兩個不同地方的這個Client 或者Peer 可以把它連起來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下 所謂的ICMP 那ICMP呢 它是一個Protocol 它叫做 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 就是說 在Internet上面 常常會出現一些狀況 因為我們知道 Internet本身是 Unreliable Service 就是它會盡力幫你送 可是它又不跟你保證 所以可能會有一些狀況出來 這個狀況其實就是 一般所謂的AIR reporting 就可能出現什麼狀況 比如說 Unreliable的host 就這個host不存在 不存在 包括說網路斷線 你找不到它 或者你在送的時候 那個IP Address 根本不存在 IP打錯了 那沒有那一台電腦 所以你的封包 經過router幫你送 送半天 最後最後是沒有人回應你 類似這樣 或者說你的網址 Network的par 也寫錯 因為我們IP分為兩部 一個是Network 一個是host 可能這個host 怕寫錯 或Network怕寫錯 這是你的port number寫錯了 比如說你本來要送那個 HTTPport80 結果你送成port81 就送錯了 有可能 你的port可能有2630 沒有這個port 這個port本身沒有開 所以有可能你用的port 是對方沒有開的 也不行 那你的protocol 弄錯了 TCP IP 結果你用一個新的protocol 沒有人認識 你的destination 等等都有這些問題 那可能這個都是要回 我們講要report給你 給那個source 那另外還有一個 Echo Request 跟Reply 一般我們在PIN的時候會用 比如說各位打一個PIN 一個對方一個IP的時候 事實上就是丟出ICMP 但是它是一個叫做Echo Request 那對方收到之後呢 會回你一個reply 這是一問一答的方式 例如這個問答的方式 你就知道對方是不是存在 所以它可以把它看成是說 host 跟router 用來做內容的這種 資訊的交換的一個protocol 那最主要是用在錯誤的回報 錯誤回報跟一些像 Echo Request Reply 那我們來看一下 那它的type跟code就有這一些 這個type就代表說 它是哪一種形態 這是它的參數 比如00代表 Echo Reply 就是有人問你 來PIN你的電腦 那你回的時候 那你要PIN別人的時候 PIN的request應該在下面這裡 這個Echo Request 像這個地方 那其他像 destination network unreachable destination host unreachable destination protocol pore network unknown host unknown等等 各位常常有時候在網路上面送的時候 也會出現這些問題 剛好是你可能有電腦沒開 網路斷線 或者是破錯 你可能不會去射破 但是你常常會找不到對方的電腦 可能沒有開機等等 所以會有這樣的問題 我們後面會再看一下幾個例子 那因為ICMP本身也是一個Protocol 那它這個Protocol位置在哪裡 它再放在IP之上 放在IP之上 所以我們一開始看這個 這個在 Sorry 哇 有點前面 這裡 我們注意看一下 那就是我們一開始介紹這個 所謂NaverLayer的Protocol 所以我們有知道說 有一個Routing Protocol 這大概會介紹 它是來建這個Routing Table 或叫Forwarding Table 那IP Protocol 就是相當於到這邊 就是我們做二最新Connection Data Grand Format Pocket Handling 這個所謂的Convention等等 其中還有一個ICMP 剛才它是做AL Reporting 跟Router的Signal的動作 那它ICMP是建在IP之上 本來應該 IP上面應該是TCPUD 第三層、第四層 可是因為ICMP 在Protocol它在送的時候 也是包在IP 建構在IP之上 等於說它是 事實上它是在IP的上面 IP上面這裡 但是不是每一個紅包都有ICMP 因為我們只有特定的時候 才會用到ICMP 像AL Reporting 所以我們正常如果用TCP的話 就是IPTCP 那如果我們用那個Domain Server 就是IPUDP 平常的封包是沒有ICMP 箱在中間的 沒有 沒有多這一層 除非你用PIN 你用PIN的時候 它就會多一個欄位出來 PIN在這邊 PIN有PIN Reply Echo 或者說這個Router送一送以後 發現封包丟不下去了 或者它把封包丟掉了 那它會回來 那回ICMP 就到這裡來 那如果是Router產生的話 就是IP加ICMP 就沒有這個TCP UDP 就Router本身也會用這個來回報 那Router回報的時候就是IP加ICMP 所以ICMP它的位置 位置就在IP的上面 實際上它的 如果以Protocol的角度來看 ICMP就相當於在這個位置 是IP 因為IP上面應該是第四層 不過我們又不把它當成第四層 還是把它當第三層 但是它在IP的上頭 然後我們回到 我們回到剛剛的位置去出來 像這個 就是說它的位置是在IP之上 IP之上 那它的Message是在IP Data Gram 就放在IP 等於說 ICMP當成是IP的Data 就是你上層就是當成下層的Data的意思 然後它的Message就是有Type跟Code 就這個Type跟Code 然後會包含 還有就是說 原來的IP Data Gram的8個By 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就是你一個封包錯誤被處理掉之後 它會把原來那個IP封包的前面的8個By 帶在這個ICMP的Message回來 有點像給你做一個檢查 就是哪一個封包發生的意思 好 那我們看一個例子 例子說這個叫做Trace route 跟ICMP的關係 Trace route就是說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服務或者一個功能 就是說可以讓Source來知道說 你到Destination 你們路徑是走哪一些Router Trace route就是要路徑的追蹤 所以這個方法就是Source本身它會 送一系列的UDP的segment到Destination UDP 然後首先第一個封包是TTL等於1 TTL等於1 因為這個叫Time to Live 等於說這個一個Router之後 這個封包就會被丟掉了 因為跨過一個Router它就會減1 所以第二個Router收到的時候就是0 或者第一個Router收到減1發現是0 就把封包就會被丟掉然後再丟回來 因為這個TTL等於1 當它被減到0被Router 這個封包被Router丟掉 丟掉Router就會送ICMP回來 因為封包被掉了 這就是一個L 所以這個封包在第一個Router它就會被丟掉 它就會被丟掉 丟掉之後那個Router就會送ICMP回來 我待會一看 然後它再送 第二次送TTL等於2 然後這個是第二個Router 就是路徑的第二個Router 然後TTL等於3等於4 就一路送下去 但是有一個特別就是我們用那個PoleNumber 用是一個一般不會用的PoleNumber 就隨便用一個Number 不是正常用的 這個最主要是要到最後的時候 讓它找不到這個PoleNumber 然後回你一個錯誤 我們就來看 假設TTL等於1 剛剛提到 第一個Router會把這個封包Drop 丟一個ICMP回來 TTL等於2 第二個Router會把它Drop掉 丟一個回來 當這個DN個DataGram DN個DataGram 抵達DN個Router 那這個代表說它也會被Drop掉 因為它DN個Router 前面每一個Router都-1 所以DN個DataGram 假設TTL等於N 所以經過前面N-1個Router 就已經減成1了 到DN個Router的時候被減成0 所以Router會Discard這個DataGram 就DN個Router會把這個封包把它丟掉 然後它會送給Source一個ICMP的Message 比如說Type-11-code-0 那Type-11-code-0是什麼意思 看一下這裡有沒有 就這個 叫TTL-Expire 就是說這個封包被丟掉 原因是TTL已經到期了 因為它減到0的意思了 減到0然後丟回去 那這個Message就 includeName of router跟IP Address 就是Router的名字跟它的IP 就帶回來 所以你就是在追蹤的意思嘛 所以TTL等於1 讓你知道第一個Router是誰 它的名字跟它的IP TTL2 你知道第二個Router是誰 就是你到Discination那個路徑 按照那個Discination 然後第三個Router 第四個Router 第五個Router 就一個一個被找出來 到第N個Router 這樣子 好 那繼續下去 我們講 當這個ICMP呢 最後終於到了 終於到了Discination 就是Router這樣送送 送到Discination 送到Discination的時候 這個Source呢 它就 Depthi 我先講這個 就是說這個ICMP先回來 回來之後 Router本身先算它的 Source先算它的RTT 因為你送出去的就有一個時間 然後你收到這個ICMP回來的時候 這個Router把這個封包丟掉 以後回送一個ICMP 那把這個 收到這個ICMP的時候 Source可以算RTT 所以各位看 你做一個什麼PIN這個動作 或者TrashRouter一樣 它會把你經過哪一個路徑 那每一個Router的Delay 後面有一個Delay 可以算出那個Delay RTT 那這個是做三次 就每一個都做三次 事實上這個做三次 這個做三次 就每一個TT的都做三次 所以你會看到 三個時間 三個RTT 三次都幫你量出來 這個我們上次 在很早就有介紹過了 你可以打一個TrashRoute 這個Internet上面 是常常人家做的小服務 比如中華電信也有 你打這個TrashRoute Google上面打這個TrashRoute 它就有一個Server 你就打任何一個對方的Domainnet或IP 然後它就從你的電腦到那個Domainnet 或到那個IP的路徑 就一個一個把你找出來 第一個Router 第二個Router 第三個 每一個Router跑三次 所以會有三個時間出來 RTT 三個 這是一路下去 那接下來就介紹 那什麼時候才會停止 停止的quiteria是什麼 首先第一個 這個UDP DataGram 我們的segment 終於 假設到了Destination的host了 經過Router Router 比如說剛剛講 你在TrashRoute的時候一定要打對方的IP 這個IP假設跟你中間隔了 比如說你的路徑隔了7個Router 那你經過這個7個之後 你就到對方了 到對方 OK 那到對方之後呢 這個Destination 它會retain一個ICMP 這個其實 這個打錯應該叫PoreUnreachable 它因為我們是 剛剛前面的 我們是用一個unlikely的PoreNumber 就我們用PoreNumber去引誘它 有點慢 好 也就是說 它Destination收到之後 UDP本身收到這個PoreNumber以後 因為它要看一個PoreNumber 那我們剛剛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 是用一個不存在的PoreNumber的意思 所以這個Destination收到這個ICMP的時候 它發現說你的Pore是不存在的 所以它會回一個Type3跟3 那Type33 我們這裡也有了 Type33是DestinationPoreUnreachable 就沒有這個Pore 沒有這個Pore 好 那當Source呢 收到這種33的Core之後 它就知道已經到Destination了 就是說前面收到的 都是這些 都是Router Router回的那個Core都是11.0 就是TTL-Expire TTL-Expire TTL-Expire 一直到它收到一個 回復一個ICMP 它的Core不是11.0而是33 33是Destination回的PoreUnreachable 那因為Router不會去處理這個Pore的東西 一定是Destination才會去處理這個PoreNumber 因為Router不會處理PoreNumber 所以Destination才會處理 那Destination會處理就是因為它已經到Destination了 所以Source本身看到這個 收到這個33之後它就不再送了 不然它一直送 它一直送 它先送TTL-1 TTL-2 TTL-N 如果還沒有收到這個 TTL-N加1 TTL-N加2 就是一直一個一個 它不知道Destination 還沒到Destination的時候 它就等於說一步一步往前走 一步往前走 但是這個是一個所謂的Trace Route的一個過程 跟ICMP的關係 大家可以稍微參考一下 好 底下我們稍微花一點點時間介紹一下IPv6 好 那我們說它Initial的這個動機是在於說 32bit 這個address可能很快就會完全被分配完畢 我們之前有看到一個IPv4網址估結的一個危機 那在 一估在2011年到2012年之間 所有的IPaddress可能就會被分配完畢 那分配完畢 可能就 我們就不夠了 就沒有IPaddress了 那當然我們有很多NAT的方法來節省IP的消耗 甚至還有一些叫做IP或者是回收 就是說 像我們清大 他給我們一個Class B 我們有6萬多個IP 可是我們現在前效用起來可能只有用了1萬多 那我們手上還有4、5萬 教育部說那你4、5萬還我 那我們需要一定跟他說 我們電腦還很多馬上會用 我們不會 通常都沒有願意還 所以拿在手上的IP 基本上要回收是很難的 所以第一個回收不太可行 那就不然用NAT 可是NAT有剛剛講的那種爭議 很多application會造成不方便 等等 所以最後可能還是要回到 就是下一代的 我們叫下一代的網際網路 就是下一代的IPaddress 好 那它的做法是這樣 就是說 它的header format做一個調整 header的格式 IP header的格式 然後加速這個process的速度 還有風包處理的速度 這我們大概看一下 然後header本身也做一些改變 來提供這個所謂的QoS 那因為我們在Internet上面的QoS 是比較弱 因為我們講 它沒有保證你的頻寬 沒有保證你的delay 但是IPv6是希望做一些 比較好的QoS 所以它header也有做一些change 那格式改變的包括說 它變成固定長度的40by的header 固定長度 那我們知道IP的header本來是20個by 可是它還有一個叫做 IP的header還有一個叫做extension 就是option 比如說我們之前不是說 如果你要追蹤風包 追蹤路徑的時候 它會把那個router掛在後面 那你如果把經過的router的IP 都掛在後面 你的header就變長 就它header不固定長度 header不固定長度 一般的router處理起來 就比較花時間 所以等於說 為了讓它處理得更快一點的話 把它變成固定長度的header 這是一個做法 這是40個by 那第二個呢 它在網路裡面不可以做fragment 我們之前也介紹說IP可以做fragment 比如說你大風包 要經過一個網路的時候 超過它的ntu 你的風包太大過不去 你就自己切三塊 切五塊 router可以做fragment 這是IPv4的 到了IPv6 router是不可以做fragment的 就是說它不需要做fragment 那我們來看一下 它的header的結構 就變成這麼簡單 如果你比較一下之前IPv4的話 我們這個欄位少了蠻多的 它多了一個叫priority 它增加一個priority 那這個在原來的IPv4裡面是沒有的 沒有優先權的概念 那現在有這個priority的概念可以出來 另外一個增加flow label 就是它可以identify data grid in same flow 好像我們叫資料流 就是同一個TCP的connection 同一個TCP的connection 我們要怎麼知道說它們是屬於同一個TCP 以前的做法必須什麼 必須說你同一個TCP connection 不好辨識 第一個 source IP要一樣 destinationIP要一樣 同一個連線 以及相同的電腦 相同的 相同的socket的鍵的 所以第一個 IPv6 source 這一對要一樣 然後pull number要一樣 那你才知道說它們是屬於同一個 同一個connection 所以這個你為了要讓它確定說這個 封包屬於同一個TCP的connection 你要檢查四個欄位 只要做matching 這個是也花時間 那我們用一個flow 也就是說如果屬於同一個TCP connection的話 我們就給它一個相同的數字 而且很快啊 你看這個數字到時候這些封包 是不是屬於同一個TCP connection 如果是你就處理可能很快嘛 所以這個也會加速整個這個處理的時間 然後它還有一個叫做next header的觀念 就是說這個地方 我們IPv4裡面也有一個欄位 叫protocol 就是你的上一層是什麼protocol 可能TCP可能UTP 那它現在等於說把這個header變成簡單 但是你還有很多本來的功能 在這個header看不到 就變成要靠這個next header告訴你說我下一個header是什麼 在IP的header它的下一個protocol 它這邊是寫protocol IPv4這邊寫protocol 你可能是UDP可能是TCP 就你上一層是什麼啦 那現在這個我們的上一層不見得就直接是TCP可能UDP 我們會把一些多的功能變成不同的header 不同的header 比如說剛剛講切割 在這裡面已經不能切割了 但是我們切割 封包切割是在source做 我們source在丟封包之前就先切割 那如果你有切割就一定要加header 什麼header 比如說你這個切割之後 三個fragment屬於同一個datagram 我們之前有看過 你要怎麼把它組起來 第一個 你要有datagramID ID要一樣 還有它的offset 位置 你切割之後 它們在原來的封包的位置在哪裡 這個都還是 資料都是還是要在你才組得起來 但是一般如果沒有切割 我們就這樣 那有切割我這邊就多一個next header叫做fragment 所以這邊就多了一個叫做fragment header 這邊才記錄一個說剛剛講 切割的ID 它的offset 但是一般裡面有切割 那個欄位就不要的意思 就是說把它變成說 你需要的時候才加header 不需要的時候就不加 這是它的特色 另外的change包含說 比如說check sum 我們原來的IP V4裡面有一個欄位叫做check sum 我們要檢查那個header有沒有錯 那現在因為網路的改善 因為早期Internet已經30年了 30年以前那個網路本身的穩定度 可靠度都比較差 所以封包送一送 可能都會有所謂的錯誤 所以需要檢查 那現在網路品質已經非常的好 好像很多都光纖 那光纖本身這個錯誤的機率也比較低 也就是說 考慮現代的網路的條件比較好了 所以我這個check sum我就不做了 我就認為這個封包是對的 可是事實上封包當然還是有可能錯 那哪裡會檢查 也就是說我們在第二層 已經做一次錯誤檢查 所以第三層應該是不用再做了 所以這個地方基本上就可以省掉 還有剛剛講的option option就是剛剛講我們要做 像source record 我們也可以用 我們在IP report的時候可以 source也可以希望說 我想記錄我這個封包走的路徑 所以每一個router都把他的IP掛在後面 append在上面 所以你的head變長 那你除了可以記錄路徑之外 你也可以記錄他的時間 就變成記錄那個rtt run check time 這些都是option 那這個option還是可以 但是呢 把它移到header之外 那原來的IPv Pro 這些欄位都在header裡面都有了 所以可能會佔的比較多空間 那我們現在把它移到header之外 用所謂的next header 來標示它 讓我們的header 只有固定長度 固定長度也是一個很大的好處 因為固定長度 像這個地方固定40個半 固定長度本身在封包處理也比較快 因為你很快就可以找到你要的欄位 如果你不固定長度的話 你要找data也不好找 比如說找data data在哪裡 如果header不固定長度 首先你一定要去找 那個叫做header lens 在IPv4裡面有一個欄位叫header lens 就是你要找data 你知道這個header的位置 你要找data 你還要先檢查header的長度吧 比如header長度多少 然後這個數字加上那個長度 你才會找到data 所以你原來的封包你要找data 你要多一個印算 就是要加上header lens 那現在把header變成全部都是固定的 40個by 所以從這個地方你就加40就是data 也不用去檢查header lens header lens就是40 40個by 然後也加速處理的時間速度 那另外ICMP 剛剛介紹的ICMP 就是專門做這個AL reporting 那現在有一個ICMP V6 就是新一代的ICMP 那它本身也增加一些 Message它比如說pocket too big 封包太大 因為我們現在在網路的過程當中 是不做切割的 切割已經在source就切好了 那一旦送進網路就不切割 那你不切割就過不去嘛 過不去就要回來告訴你說 封包過不去 過不去的理由就是pocket too big 所以增加這個 另外它也增加一個 所謂moticase的group management function 可以做群播 群播 那IPV6裡面有一個叫anycast 我們一般送給一個人叫做unicaster 送給一些人叫moticaster 一些人叫moticaster 送給所有人叫blocaster 那另外一個叫anycast anycast 就是我送給任何一個人 只要有人回答我就行了 這個是很特別 就是說 比如說ICMP在找router 找router的時候 只要任何一個router可以回答我 我就跟著它走 就是說你一個設備可能接上網路的時候 可能會有好幾個router給你對應 那你要經過哪個router 也就無所謂啦 我就只要任何一個router 可以跟我連上 我就經過它上網的意思 所以那個你送的時候就送 也是送anycast 任何一個都可以 它有一些特性 好 那現在就是說 那怎麼樣 將來怎麼從現在的v4轉到v6 這個叫transition 轉件事情 就是它有一個轉 移轉的過程 這個當然會 會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這兩個prolog都會存在 就是說 沒有所有的router 可以同時被upgrade 其實現在大部分的router 都已經更新有IPv6了 大部分大的router都有 只是沒有啟動它 沒有啟動 那也不太可能說 讓所有的router在同一天更新 同一天升級 我們講沒有flag day 就是沒有哪一天 大家那個旗子一舉起來說 我們今天就換成v6 沒有這一天 一定是v4、v6同時存在 同時存在 一定會同時存在 就是你可以跑v4 也可以跑v6 一定會這樣子 那如果說v4跟v6 網路都同時存在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讓他們溝通 那有一個技術叫做tunnel 一般叫做隧道 tunnel意思就是說 我們把v6的封包 把它放到v4的封包裡面 就v4的這個封包裡面 帶著v6的封包 我們看一下這個例子 給我幾個例子 就是說 我們實際上有 A、V 這是CD E、F 那這是他們跑的protocol 比如說假設有一天他跑v6 他跑v6 他跑v4、v4 v6、v6這樣子 那我們的目的是說 我們希望一個封包 從比如說A送到F 然後怎麼送 那我們說假設這是v6 這是v6 那我們就等於說建立一個tunnel 這個tunnel其實 它中間是經過兩個v4的 v4的router的意思 這個tunnel可以很長 這裡面其實就是一個internet 整個internet都有可能 因為現在整個internet都是v4的 本來就是都是v4的天下 所以現在這個ipv6 他們其實是island 它只是孤島 就在internet裡面的孤島 就說我有一個電腦runv6 那我就是個孤島 因為我跟外面是不通的 因為外面是v4的 那現在v6跟v6要連起來 就像我建一個tunnel 透過tunnel 把我v6的封包丟給這個地方 我的目的就是我要一個v6的封包 要送給我對方v6的router 可是我要經過v4的網路 就是這樣子 我要經過一個跟我不相容的網路的意思 我們就來看 首先我這邊是一個v6的封包 純v6的 就是說我的soul是a 這個是f 這都128bit 128bit 我的flow假設叫x 隨便取得x 後面是帶data 所以它就一樣 它一樣有routing table 我的目的是a要送到f 最終目的是把這個封包 從a送到f 可是你下一個是b 假設我們有routing table 所以它就送給b 的意思 好 那b收到這個封包之後 因為b是接一個tunnel 它知道說它這個封包如果要丟給f的話 它應該要丟給e e 就是nex丟給e 可是如果要丟給e的話 它實際上physical是 這邊有一個c 接在中間 所以它要丟給e 可是它經過這個tunnel 這個tunnel第一關就是要丟給c 所以它就必須把這個 注意就把這個v6的封包包 包在一個v4的封包 這個紅色是一個完整的v4的封包 那v4的封包 把v6的封包當成是個v4封包的data 連這個黑的都當成data 我這個地方就是一個非常標準的v4的封包 是v要送給e的 tunnel tunnel就是隧道 隧道一定有一個隧道頭跟隧道尾 這個隧道從哪裡到哪裡 中間可能經過很多真正的router幫我轉 但是我有一個頭一個尾 就隧道的進口 入口跟出口 那隧道的入口是b 出口是e 所以這個是b to e 是b to e 所以它就 這個是一樣 ip的封包是b要送給e 可是查routing table 是丟給c的意思 丟給c 那c收到之後 它一樣看 因為我們知道 每一個router在處理一個封包的時候 只看destination的ip 所以它看destination的ip是e 所以它就丟給它 那它看destination的ip是e 它就丟給e 所以它是 這中間都把它當成是v4的封包處理 v4的封包處理 v4的封包處理 丟給 所以這邊丟進來就是v4 v4 就這個 紅色 紅色 到這裡 到這裡之後 它再把這個 白色的再把它萃取出來 恢復成v6 因為這邊是走v6 這邊走v6 這邊是v4 v4 這樣子 所以在v4的router 應該說v4的網斷 它處理就是v4的封包 所以它處理就是v4 那它處理完之後 把這個head拿掉 把它砍掉 把中間拿出來 變成v6 這個意思 那這裡面好像有些寫錯了 這應該是v2c的封包 v丟給c 那這個地方應該是 我看一下 這應該不是v2c 應該是說我們d丟給e d丟給e 當然如果只是看v4的話 它也是v2e 所以正常來講應該是我們是 這個v4的封包應該是v2e 對 就是說我實際上v4是要v送給e 這個是v4的封包 那v6的封包是a要送給f 那v4的封包是v送給e 所謂的tunnel的觀念就是這樣 這就是tunnel 就是說我把v6的封包包在v4的封包裡面 當它的data 就像你掛在裡面 然後先送過去 然後再把它拆掉再送出去 就是所謂的tunnel 那tunnel是現在最流行的 就是說我們可以讓很多 像我們的電腦 如果要上一個v6的網站的話 你跟它沒有直接v6的連線 但是你中間有v4的連線 那就用v4來把v4的連線 把封包帶給對方 把封包帶給對方經過v4 一般就是用tunnel的技術 這就是所謂tunnel的技術 好 那底下我們來介紹一下routing algorithm 這是這一張的重點 這一張的重點 重點在這個地方 那什麼叫routing algorithm 我們知道說 在router裡面有兩個最重要的元素 一個就是falling table 就router裡面一定有一個falling table 這個falling table是用來做 forward封包的一個依據 所以封包進來的時候 我們一定把destination的IP 把它拿出來 然後這邊查說 這個IP應該從哪個pore出去 所以這個routing table 基本上就是兩個元素 就是第一個IP 第二個upore 像這個封包一進來 0111 假設IP 因為寫IP太長 我們隨便用011代表它 好 0111進來一拿出來一查 是pore2 pore2 就從pore2丟出去 封包進來查表 然後丟出去 這個叫forwarding 我們一直在強調 這叫做forwarding 把一個封包轉送 但是這個表怎麼來 這個表就是靠routing algorithm routing algorithm 就是說每一個router都有run 每一個router都有algorith 每一個router都有table 那這個routing algorithm 他們就會互相的交換 然後最後把這個表照出來 所以routing algorithm的任務 就是照這個表 給封包進來的時候 處理的時候參考用的 這個表我們提到說 因為它是反映網路的狀態 所以這個表會不定期的 會被更新 那現在我們就來介紹說 那個routing algorithm就是這個 它有什麼樣的做法 好 那這個從一個graph這邊開始來介紹 就是我們用graph的那種圖論 來做一個摘要的代表 就是說這是一個graph 這graph我們知道說 在這網路來講 這個每一個 我們叫node 它代表一個router 那一個edge 代表說它有一個連線 一個連線 那上面的一個cost 一個數字 代表它的成本 就是這個 所以我們可以說 一個graph 我們一般就是一個 等於n n是一個node的集合 1是這個edge的集合 這個我們大家都知道 但是我們基本上是說 通常這個graph 是用來表示網路的聯繫的關係 那不僅僅是說實體的網路 很多p2p的網路也可以用這個來表示 比如p2p可以說 這是一個peer peer 那你有件TCP連線的 我就一個edge 這個我們之前也叫 像overlay network 也是這樣的概念 一個node可以代表一個peer 一個edge可以代表一個TCP的connection 都可以 也就是graph本身 在網路裡面 其實它有很多很多種用法 那我們先回到說 只要在我們這裡的用法 我們的cost就是 像這個cost代表說 一個風包從這裡丟到這裡 所要花的這個所謂的成本 那這個cost又怎麼定呢 它可以很多種定 它也可以說你看 always be one 都是一 都是一 都是一就代表說 我要經過一個router的意思 經過一個router 經過一個router 假如都是一的話 那通常它不會 通常它也可以說 我們講 跟你的bandwidth成反比 比如說你頻寬越高 cost越低 比如說100MB 假如cost是10的話 那你1GB 就是頻寬多10倍 那我成本就是 原來的十分之一 那可以算成delay 所以cost也可以用delay的概念 或者是inversely related to congestion 有沒有擁擠 越擁擠的cost越高的意思 越擁擠 cost越高 所以你這個網段很擁擠 那你要經過它 把風包丟給另外一個router 這是一個擁擠的網段 那你當然代價就高 就越擁擠代價越高 另外就是頻寬越大 這個成本越低的意思 那因此我們就有一個所謂的路徑的問題 叫cost of pass 所以你要從u送給z 你的路徑很多啊 像這樣子也是一條路啊 這樣送也是一條路啊 這樣送也是一條路啊 就路徑其實非常非常多 你要繞兩圈再出去也可以 這就是internet的做法 就是你丟給router之後 router會想辦法幫你找找找找 找到destination 那它會找哪一條路呢 它是動態激動的 所以我們就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就是說怎麼樣去找到 叫做this cost of pass 你給我一對 一個source 一個destination 請幫我找最短路徑 或者最少成本路徑 就是我們的問題 所謂的routing algorithm 就在解這個問題 就是說它有一個algorithm 它可以找到 叫做this cost of pass 給我任何一個source 一個destination 請幫我找出 從source到destination 一條路徑 這個路徑上面的cost 加總最小 最小 加總要最小 像這個 給我u跟z的話 我應該是找這一條 這一條因為加起來給4嘛 那這個加起來的話 像這個就比較遠啦 這個加起來就9啦 這個是10啦 那你如果說是 這樣走也可以 那這樣走的話就7嘛 這樣走就7 所以routing algorithm 就是幫我們找 任何一個source到任何一個destination 的路徑 這個路徑的cost的加總要最少 就是routing algorithm要做的事情 那不管它是什麼算法 所以不同的算法就會有不同的做法 就是說我們是 知道所有的架構再來算 還是說decentral就是 我不用知道所有的結構 就是說有的算法是說 我要知道這個圖 然後我來算 那另外就是我不要知道這個圖 我只要知道說 誰跟我連就好 像這個他只要知道說 他跟他連的就是三個router 這個這個這個 三個router 我只要知道三個router 我就知道怎麼到這裡 所以有不同的算法 那就有所謂的 我們下次會介紹 就像link state 所以link state的algorithm 就是說它必須知道全貌 一個router必須知道整個網路的架構 那如果是這種 所謂的distance vector distance vector的algorithm 它只要知道部分就好了 它只要知道誰跟它連就好 所以不同的資訊 就不同的算法的意思了 那這細節我們就等到 下一次再來跟各位介紹 這個routing algorithm的部分 好 那我們進去 進入Cablecom 就有線電視的東西 台灣就是這個大的這個 這個有 這個 這個 這個